哈囉大家好我是Jeff or Ray 現在呢我人在圓山捷運站 然後因為我眼睛有點爛掉 所以我戴了眼鏡 那我現在呢要準備出發去淡水 為什麼要突然去淡水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上次去韓國 就交到了一些韓國朋友嘛 然後他們就說 韓國人通常來台灣一定會去四個地方 就是椰斯基井 椰柳 石芬 金瓜石跟九份 然後他們說淡水呢 最近也是很多韓國人來台灣的一個 熱門的選擇旅遊地 所以呢這一集呢 就是我為了我的韓國朋友呢 我現在要去淡水 幫他們來做一下淡水的美食探店 那幸好今天天氣還不錯 我覺得非常適合去淡水走一走 我們現在呢就準備搭30分鐘的捷運 出發今天的目的地淡水 Let's go 我現在已經抵達淡水 真的是有一點距離 然後我剛在車上翻了一下資料啊 我上次來淡水居然已經快要三年前了 我明明就是住在新北市而已 結果一年來不到淡水一次 我真的應該要深刻檢討一下 除此之外 依照我以前過往做紅線的經驗啊 我記得好像到了北投站 就是大家就差不多都下車了 車廂不會有什麼人 結果今天到了淡水 大家才要集體下車 所以代表淡水到目前為止 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觀光景點 我真的是太小看淡水了 Tay Son Hamida 身為台南人 我覺得我有必要來評價一下 台北的鍋燒麵到底吃起來好不好吃 我還要點了一杯古早味的奶茶 應該是奶精奶茶喝喝看 很像阿薩姆奶茶欸 這個很大碗欸 我覺得我端起來可能會燙傷 請容許我用這個奇怪的角度 來評價一下他們的鍋燒麵 哇 好甜喔 它的湯頭非常的南部鍋燒麵的湯頭 哇 這鏡頭好近 看起來臉好大 這鍋燒麵裡面有料蠻多的 有菇啊 蛋啊 一些火鍋料 肉片 還有蝦子 然後還有魷魚 但是因為我不吃魷魚 所以我叫它不要放魷魚 雖然的味道是南部口味 但是它的價格是北部價格 不過淡水這邊租金應該也不便宜 所以就是內用的話 這個價格我覺得是蠻合理的啦 而且這間店裡面有非常多的公仔 就是那個很精緻的 然後感覺超貴的那個公仔 如果你是動漫公仔空的人 在這間店內用你應該會覺得很興奮 然後因為我是點套餐 所以還有一個雞塊 這個炸得很好欸 雖然它應該是冷凍雞塊沒錯 但是炸功了得 超脆欸 比素食店的雞塊好吃 第二家來吃涼麵 我發現其實非常多的韓國人 很喜歡吃涼麵欸 我不懂為什麼 他們都說台灣的涼麵就是韓國人的麵 可是這兩個味道裡面就差非常多 甚至有韓國人說 就是如果把涼麵引進韓國的話 一定會大賣 然後這間涼麵店呢 我看了一下Google的資料 它是一間老店的 它的涼麵感覺非常的勾 就是很稠很濃 所以就是在攪的時候有一點 就是攪得太開 就它會整個巴在那個麵條上面 是我的錯覺嗎 怎麼有點果香氣 就是有點柳橙還是什麼 就是橙皮的那種水果的香氣 所以整個口感吃起來非常的清爽 它的麻醬真的很稠 就是稠到有點那個刷刷的那種口感 然後那個涼麵那個 應該是醋吧 也非常的夠味 麵條有一點比較硬一點的那種口感 冰過吧有一點關係 因為它的涼麵是直接從冰箱裡面拿出來的 夏天來淡水如果吃不下飯的話 這間涼麵你們可以考慮一下 它除了賣涼麵之外 它好像在賣肉米 然後肉糟飯什麼東西 就是很多種 好了吃完了兩家閒食之後呢 我現在要來找一間冰店 來冰鎮一下我的嘴唇 因為我剛在吃麵的時候咬太快 整個把我的嘴唇咬破 我現在下面有一個很大的傷口 剛剛流超多血 然後呢我剛在這個廁所 清理我的那個嘴唇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眼睛好像有好一點了 所以我就把那個 眼睛摘下來換隱形眼鏡 因為我真的受不了 我在鏡頭上面戴眼鏡真的是有夠醜 雖然這一間我記得我之前的影片有介紹過 但是每次來淡水呢 還是都會想要來吃這一間豆花店 而且它離捷運站很近 避典的就是他們的招牌三色豆花 它那個糖水超級香 那個白糖很濃郁的那個蔗糖的香氣 這三色是哪三種口氣 其實我也看不太出來 這應該是巧克力口味吧 在鏡頭上看起來像是鴨血的感覺 而且通常在外面吃這種三色豆花 比較多的是那種菜燕的那種口感 就是有一點脆脆QQ彈彈的那種口感 可是他們家的三色豆花呢 吃起來還是那種豆花的綿密感 因為我個人比較沒有那麼愛菜燕的那種口感 所以他們家的這種綿密感的三色豆花 我個人就是非常的喜歡 然後珍珠的部分呢 也是非常的軟 非常的Q 就它中間那個珍珠的那個芯啊 不會是硬的 也有很多人說在韓國開豆花店會滿天啊 請問我到底要在韓國投資多少的台灣小吃 我就問 平日的淡水一樣是滿滿的都是人 好多歌詞 好可怕喔 密集恐懼症 這裡應該就是關渡大橋 然後對面就是巴黎 巴黎的在過去後面 就是我住的地方林口 還是我從這邊坐船 然後等一下坐公車回家 再來到了淡水河邊 來吃這個稻草人雞排 然後這個稻草人雞排呢 它除了有在賣雞排之外 它其實還是一間泡沫紅茶店 就是一個複合式的雞排店 然後這間稻草人雞排呢 也是很多淡水在地人推薦我的 我剛剛看了一下 其實沒有算很老啦 就是1991年的時候創立的 它的這個雞排啊 是那種我個人非常喜歡 就是很傳統那種地瓜粉的那種面衣 好嫩耶 我剛剛咬的那個部分啊 就是那個雞胸肉肉質最厚 然後最容易乾的部分 可是我剛剛咬的時候 那個一咬 那個雞肉就非常有彈性 還有汁耶 而且用這種傳統的那種地瓜粉 裹出來的那個面衣啊 通常皮都不會太厚 可是就很有搖感 因為它就是一顆一顆的 它雞排很好吃耶 然後刺炸雞排呢 通常正常的set應該都是配蒸奶 但是我覺得太罪惡了 所以我買的是它的無糖綠茶 它綠茶是那種比較清淡型的綠茶 我覺得配那個雞排滿剛好的 哇今天太陽超級大 現在呢是中場休息時間 然後來淡水河邊 稍微散步休息一下 讓肚子消化一下 老實說我現在已經有點飽了啦 因為我好像也吃了四家了嘛 但是呢我個人還想要介紹很多 好吃的台灣小吃給 所以吃完了雞排 現在呢我覺得可以來吃一點鹹食 啊甜食 這間甜點店呢 我自己也沒吃過 然後我也不知道那個是什麼東西 不過光是看到那個Google的照片 我就覺得它非常的欠吃 現在呢先去看一下它今天有沒有開 看這裡還有教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食用 我來試一下 兩邊都要沾到 然後切成一小塊一小塊 我做得很好耶 我是不是可以來這裡打工了 我來試一下這個神奇的東西 我真的沒有吃過鮮奶麻糬耶 很奇妙的口感耶 有點介於奶酪跟麻糬的中間 重點是它花生粉給的超級多 而且不會太甜 我覺得這一點很棒 好特別的口感喔 它又沒有像奶酪這麼的入口即化 但是它又沒有像麻糬這麼的黏 這麼的難咬 因為其實麻糬它就是糯米做的嘛 所以麻糬吃豆腐其實會有一種 漲氣的感覺 但我覺得它的負擔吃起來沒有那麼大 我覺得不管你是外國人 你只要有來淡水 這個東西你要試一下 因為真的很特別 好浪費喔 我已經很精力的在沾了 結果花生粉還是剩一大堆 好的吃完了鮮奶麻糬之後呢 現在來淡水和口子邊 等待今天淡水的夕陽 雖然說下午突然轉陰天 感覺今天有夕陽的機率不大 如果你來淡水的時候呢 你們應該會很常發現 這裡有很多店家 會叫做護衛什麼什麼的 什麼護衛小吃啊 還有我們今天吃的護衛豆花 會不會太無聊 但我就是知識型YouTuber怎麼樣 就是以前淡水舊的名稱 就是叫做護衛 那為什麼會叫做護衛呢 主要有三個原因 就是各種說法都有 第一個原因呢 就是它是凱達格蘭豬魚的音譯 就是歐巴 翻成中文之後就變成護衛 第二種說法呢 是以前淡水河這邊有非常多的石戶 然後淡水河口這邊呢 就是石戶的末端 所以就叫做護衛 第三個說法呢 是閩南語的諧音 也是音譯啦 就是以前觀音山啊 或是我住的地方林口 還有淡水河這邊很容易下雨 然後通常下到淡水河口這邊呢 雨就停了 所以這邊呢 就被稱作是雨墨地帶 雨墨的閩南語就是護衛 所以翻成中文就是護衛 以上知識內容分享完畢 會不會太跳動 最後一站來買古早味蛋糕 現在居然古早味蛋糕已經要排隊了 以前都沒有注意到這個 淡水美食的最後一家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古早味蛋糕 我真的是不知道現在古早味蛋糕 在淡水有這麼的紅 而且排隊的幾乎都是外國人 我以前來淡水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買過古早味蛋糕耶 我買了這個非常Lucky 它剛剛出了而已 然後我點的是這個起司口味的 古早味蛋糕就是走這種非常蓬鬆 然後鬆軟的路線 我現在要趁它燙的時候 先趕快來吃一下 那個雞蛋的味道好明顯 然後蛋糕就真的跟它摸起來一樣 那種那個觸感非常的鬆軟 這個就是小時候很常吃的那種古早味蛋糕 只是因為它現在剛出了也很燙 所以又更好吃 然後因為我買起司口味的 所以它有點鹹甜鹹甜的 我覺得這樣比較剛好 因為如果是買原味的話 我個人覺得它雞蛋味會有點太明顯 所以我比較害怕雞蛋味一點 所以它搭配這個起司做中和 我覺得味道調的蠻好的 淡水老天蛋糕就有四家在賣古早味蛋糕 我覺得每一家看起來做法好像都差不多 就是大家如果有推薦哪一家 才是真正最top 最好吃的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因為我買的這間是 看到很多人在排隊的時候 我才跟著去買的 因為我對於淡水的古早味蛋糕 真的是一點一點概念都沒有 超級大一盒耶 大一盒是150 我覺得很便宜耶 再感覺配個黑咖啡 或者是配個什麼熱茶 好像還蠻適合的 這個套餐會不會太便宜啊 就是有正餐有冰然後飲料 加起來才140塊耶 這間轉角冰呢 不是我要推薦給韓國朋友的 純粹是我自己之前看過那個Google的評價 然後自己想要來吃的 我剛一進來的時候 幾乎全部裡面的客人都是學生 我覺得主要也是因為它的價格 真的蠻便宜的 今天還蠻期待它的主餐到底好不好吃 我點了青江雞肉義大利麵 來了 看起來也是蠻有模有樣的啦 原本想點的其實是他們的咖哩飯 但是因為我太晚來了 有太晚嗎 就是7點 他說他們已經賣完了 就是今天生意特別好 所以我就點了他們的義大利麵 這青江很綠耶 很濃的感覺 真的是用義大利麵 不是什麼台式炒麵的麵 然後麵是有點比較硬一點的 但是義大利麵的麵體 本來就是會比較硬啊 它單點的話是90塊 以90塊的水準我覺得已經算蠻好吃的 來帶一下它的雞肉 嗯?雞肉好像沒有一起炒耶 因為雞肉比較冰一點點 不過它的雞胸肉也是嫩的 成體水準就是中規中矩 然後符合它這個價位的義大利麵 不可能耶 它的冰是完整的一個冰耶 知道140會不會太便宜 我以為它的冰就是 你知道就是那種附餐的冰的感覺 結果它就是一個完整的冰耶 我來吃一下它的草莓冰 草莓醬很濃 偏酸的那種草莓醬 然後它為了你怕就是 吃到中間那個沒味道 它還有給多的草莓醬 這個冰很有誠意耶 因為它這個冰的醬 不是那種隨便的那種草莓色素果醬 所以它的草莓味就是比較天然一點點 沒有那麼化學 難怪學生會愛 這個太誇張了這個價格 太誇張的便宜了 其實我原本的打算是要去老五級吃那個咖哩 然後吃完再來這邊吃冰 但是因為老五級今天它就是沒有開 所以我的正餐才會選擇 就是在這邊一起解決 因為它就是甜的鹹的都有這樣子 好了從下午一路吃吃到現在已經晚上了 我今天總共一個小吃的七間店 已經是我的極限了 再吃就真的要吐了 當然因為淡水非常的大 所以淡水還有很多美食一定沒有介紹到 而且淡水又有超多那種小吃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淡水人 或者是你對淡水美食非常熟悉的話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推薦我更多淡水好吃的東西 給我的韓國朋友 那當然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盡量推薦那種捷運在附近走路走得到的 因為很多外國人來台灣是沒有交通工具的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淡水美食探店 我是傑弘瑞 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